哈喽 上一段结束后 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 我干了一件我从没干过的事情 去做了头等舱 很失望 头等舱的空姐 服务质量太差了 把我赶回了经济舱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头起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 让他俩干一架呀 我也愣住了 问我哥 他爸到底是谁呀 我哥说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她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我推荐他 看奥运会回放 他被一百米短跑迷住了 跟我说 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是人吗 我说 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 白米长计 四秒九一 我说 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 那你还去参加 我剪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 有人为我问我 你是不是忘词儿在想呢 我说不是 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我们继续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 骑晚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好了 我要讲一些正经事了 我要开始走心了 大家准备好 我来上海很久了 我有一年 瞬间没回家 跟房东阿姨 两个人过年 别误会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看着我 小伙子 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 但看到你吃饭 我好开心 我说阿姨 你也吃两口吧 就知道你儿子 为什么不回来了 最后我想说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 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 因为第一轮 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 结果上个礼拜 他俩真离婚了 还让我开车 送他俩去民政局 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要憋笑 我哥更难受 他没憋住 讲完了谢谢你 我是帮博 节目都看了对不对 我这一季表现得还可以对吧 怎么说呢 YYDS 比赛太激烈了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特别讨厌这种 一对一的直接的battle 尤其是你知道 有一个 心里看起来就很阴暗的人 站在你背后的时候 真的太激烈了 我觉得这一轮 我必须要聊点 这个有劲的话题了 朋友们 我变了 我要聊聊男女话题了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我这个性别 聊聊男的 我发现男的真的很容易走神 就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老婆最近就经常抱怨我 我发现你最近就经常不好好听我说话 我说啊 你说啥 你看看这视频 这视频这袋鼠可太可爱了 男的就是会时不时做一些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男的走在路上 会突然间莫名其妙 就要投一个篮 还会有人什么 胯下运球 什么背后转身 然后什么转身上来 反正完整一整套 他手里有真的篮球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而且你知道就是 这种幼稚其实是不分场合的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公司 开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 会议室后排一个大哥 缓缓举击手 投了一个篮 关键是在场所有的男的 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甚至我们心照不宣 知道这个大哥球没投进 因为会议室另外一头一个大哥呢 抢到了他投丢的篮板 还帮他补篮成功 最后两个人在那 我见过最荒诞的一个场景 那是一个婚礼 那个新郎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突然发现周围的亲友 都没有在防守他吧 莫名其妙就投了一个篮 我当时就觉得婚礼 这么重要的地方 连虎服上的兄弟 应该都会隐隐觉得不对劲吧 当然虎服上肯定还会有兄弟说 对啊 他投篮之前 怎么连个假动作都没有呢 所以我也觉得难怪 也是婚礼上都是新娘扔捧花的 绝对不能让新郎扔捧花 新郎扔捧花 保不齐就会有人 胯下运求什么 假动作扔捧花 反正没有人能得到爱的祝福 而且总会有女生会问嘛 说每次男生这种空气投篮的时候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很惭愧啊 我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 做这个动作最频繁的人 我甚至因为空气投篮 把手扭伤过 但是作为空气投篮的专家 对吧 空气库里 我非常清楚 男生脑子里在想什么 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想 因为男生也是人 我们只要想一下吧 也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愚蠢 你们知道 每次我把那个隐形的篮球 举到头顶的时候 我就已经意识到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还能怎么办呢 把球收起来吗 这就走步了呀 我真的怀疑是吧 我怀疑我这个习惯 早晚有一天会害死我 就算有一天我临死之前 我躺在床上举起手是吧 也不会有人觉得 我有遗言要说是吧 我的孙子只会在那 别动别动 爷爷好像要投篮了 爷爷至死是少年 男的就是这样 男的就是能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得挺好的 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发型 其实真的没有男的 在意自己的发型 就算是那些 已经几乎没有头发 上了岁数 凸成这种地中海的人 他们最多 也只会留一个 全世界最欲盖弥彰的发型 就是我中间这个区域 确实已经不太行了是吧 但我两侧的实力 仍然不容小觑 只要我轻轻一遮 就没有人能发现 我的秘密 我特别欣赏这个发型 我觉得它代表一种态度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敷衍 就是I have no hair but I don't care 而且这个发型很神秘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就是 你远远看 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头发 来来来来来 surprise 所以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直发这件事 你知道 我们的人生中 是不会有人去直发的 我甚至从原理上 都没法理解它 你们知道直发的原理吗 直发原理很奇妙 它就是把你的 后面的头发 薅下来一些 然后插在你的额头上 然后治疗就完成了 这是我见过 最拆东墙补习墙的 治疗手段 这就好比杨过去医院 然后医生说 杨先生 我们今天把你的左手 移植到右边 你就康复了 去跳绳吧 我觉得这也是 我后面这些头发 是吧 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怎么着 还有我出场的一天呢 从今天开始 人家就是刘海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男的就是 非常容易就沉浸在了 自己的世界里面 即便是我现在面临 很激烈的比赛 这么紧张的表演 我也要一直提醒自己 是吧 我才不会忘记 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经典有机 A2陈牛奶 自然原生 天生珍贵 希望我们的男同胞 都能少走神 是吧 不要忽视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的牛奶 也更不要忽视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我是邦导 请出结果 他两分 两票不差 两票不差 哎呀 两票 两票 哎呦喂 两票确实是势均一敌 让我们 恭喜盘博 直通 两波 我已经尽力了 我觉得我这样子 属于很正常 我现在属于正常发挥 也没啥遗憾 输了就输了 那么